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,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,欢迎持续关注。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。希望大家喜欢。 郑爽1.6亿天价片酬,以及偷税漏税事件后,艺人工作室接连注销事件愈演愈烈,多位一线艺人被大众扯下了虚伪的假面具,而这之中,并不包括不到30岁就开设了多家工作室公司的张艺兴。 据统计,张艺兴名下无一家公司注销,缴税金额更是高达1913万元,成为整个娱乐行业艺人纳税第一。 相较于近几年,爆红的顶流,张艺兴的资源酬劳算不上最佳,周围还有不少逃税的同行影响着,能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分不少地缴纳所有的税款。 张艺兴也算得上娱乐行业的一股清流。 作为归国四子中最不令人看好的一位,张艺兴却是近些年来发展最好的。 参演了新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,参加五四晚会演唱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也在近日官宣和向往的生活舞。 更别提斯登春晚,以及近几年成为导师培养新秀等等,她的努力让她终究对得起她的网民。 而看起来安静内脸的张艺兴,这么多年,一直背负着白莲花心机不爱的骂名,性的内脸。 脾气温和的她,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什么,甚至在吐槽大会上被李丹当面吐槽,装唇装傻,连里连气。 她也只是平静地听着,没有表现出一丝不悦,而后被重伤专辑是外貌伟丹。 国内发布,国外无人欣赏。 张艺兴也没有任何愤怒。 大概就是这样的淡定,才让91年出生的她,被爱她的人亲切地称为小绵羊。 作为曾经的亚洲顶流XO的中国成员之一,张艺兴的心路在一开始无疑是顺畅且光明的,能在被誉为地狱的韩国练习生中脱颖而出。 张艺兴的实力可想而知,命运的转折来源于归国,四位中国成员都将重心转移至国内。 与其他成员艰难解约的情况不同,一向秉承着吻自为上的张艺兴,选择了与SM不解约,以合作的方式设立工作室,之后顺利回国发展。 于是当年才24岁的她,就莫名背负上了星机BOYS的称号。 而与陆寒和吴亦凡相比,安静的张艺兴似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,家世也比不上黄子涛,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最不看好的那一个,甚至后来参加极限挑战,也要被拿来和陆寒的跑男比一比。 张艺兴作为一个地道的湖南雅子,笑起来有着湖南人特有的亲近感。 在极限挑战里,她总是那个被几位哥哥戏弄的人。 久而久之,她和王迅、孙宏伟被称为极限三傻,与极限三精在节目里斗智斗勇,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。 期间,她参演的好先生播出,剧中角色依旧秉持了一傻到底,反响不错,于是张艺兴的傻,耿直似乎成了她特有的标签。 在吸粉的同时,也为她招来了一大波黑粉。 不论她参加什么节目,稍微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专业性,就会被扣上装傻作秀的帽子之后。 在2018年,张艺兴参与到了偶像练习生的选拔,在其中担任全民制作人。 她专业的态度,稳健的台风以及恰到好处的指导,让人们对她的印象也越来越好。 而后一出好戏开播,演技甚至得到了高晓松认可的张艺兴。 却开始无缘无故成为众矢之地,被人疯狂在天涯开楼狂队,之后是微博大V的狂轰乱炸。 作为童星出道的张艺兴,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参与过咱老百姓的拍摄,也被评价为天赋型演员。 虽然中间去了韩国,耽误了不少年,但后来参与的电影电视评价都不错。 是归国四子中被专业人士赞誉最多的,所以演技倍潮这件事来说,有网友就说可以有,但过分了些。 之后,张艺兴,参与了极客电音的录制。 作为一个专业的导师,张艺兴的点评总是显得有些不留情面,与其他两位导师讨论时,也绝不会因为他们是前辈就退样。 时时刻刻要保持节目的公平性和专业性,于是不被世俗打磨的张艺兴,收获了极客电音制作人的手滑点赞。 他的黑粉,之后更是一连串的强行闭脉,使他在录制现场无法表达意见。 而后的冯莫提入选事件,使事情走向了高潮,当初言辞拒绝他入选的张艺兴。 在节目最后竟同意他入选,而后还在个人账号上发表了一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。 表明冯莫提不是节目组逼他选的,张艺兴的做法使吃瓜群众议论纷纷,更坐实了他心机不爱的称号,加上后来归国四子中其他三子互动频繁。 而张艺兴常常三缺一,因而被怀疑是不是关系不好,于是2019年,某社交平台出现了一个朝阳群众的词条,曾经颇受青睐的张艺兴,瞬间成了拳王辱骂的对象。 甚至是在节目跳舞battle,背内衣广告都能被拿来大作文章。 张艺兴的心路,自此一直在鲜花和臭鸡蛋的循环中坎坷前行。 之外,张艺兴是第一个,在inst上为南海事件发生的海外出道艺人,连头像都换成了中国地图,而且是早在回国之前就开始投身于公益事业。 甚至是第一个以粉丝的名义做公益的明星,爱国似乎也成了张艺兴的标签。 而且这时间的谈信爱国,却使张艺兴被推到了风口狼尖。 新疆棉事件是导火索,在其他艺人纷纷。 解约怕占星的时候,张艺兴放一直没有动静,于是他生生被推到了热搜榜前几位。 直到后来工作室相继发表了两个解约公告,人们才知道张艺兴一直在跟品牌交涉,希望他们能够考虑中国的立场。 在交涉无果后最终解约。 但人们对于这样的说辞,显然是褒贬不一的。 后来,张艺兴作为老板要求旗下练习生注重文化课的事情爆出。 吃瓜网友才勉强相信之前的爱国行为或许不是作秀。 其实对于一个人的好与坏,往往不能从一件事得出结论,有些隐藏在表象之后的真相。 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得知,就像是天价片酬爆出来的部分是虚高,还是有所保留。 议员真的能拿这么多钱吗? 背后的经纪公司又拿了多少呢? 大众永远处于一个被迫。 接受信息的状态,资本只会让我们知道,他们想让我们知道,如果没有郑爽和张恒的互私,我们或许永远都揭不开那层折袖布。 张艺兴作为公众人物,无疑是给所有行业内的人做了一个好的榜样。 真正的偶像应该是在扯下那副面具之后,依旧堂堂正正表里如一的人,而不是那些靠着热搜和老百姓过去的好感,为自己开脱的某些艺人。 有幸欲亲,不负所待,这才是真正的偶像。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如果觉得还不错,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 下次视频再见。